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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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蝸牛秒送補分尔線公司的執行長 楊榮熙 Eric 跟我們的營運長 呂運全 Chari 兩位來接受專訪 兩位好 你好 Eric跟Chari 你們當初是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起心動力 或想要一起出來創業 其實我們 我們最早創業是 來自於一段契機啦 我們剛開始也沒有針對彼此的夢想 彼此的願景 去做過溝通 可是剛開始那個時候 記得在一年多前 我們去了一趟新加坡 那在那邊剛好 就是去參加一些課程 然後我們兩個就 那天晚上就喝了一點小酒 然後就開始聊天 不自覺的聊起來 對未來的憧憬 對未來的夢想 然後對未來的看見 然後不小心就 剛好match在一起 就是想說 原來你也有這樣的想法 對於很多的方方面面 也有共同的看見 所以就從那個時間點開始 我們就 開始了這個計畫 所以你們蝸牛 是以外送平台為主 是 可是一定很多好奇 外送不是要快嗎 為什麼要取名叫蝸牛 OK 蝸牛其實 是的 你剛剛問到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對我想頂很多好奇 很多網路上的一些好朋友們 也在問我們 你這樣是要送多久 要送兩個小時 你有沒有取錯 你要取蝸牛嗎 是 但是我想 為什麼取這個名字 跟我們的公司的使命願景 有一個很大的關係 那就是 因為它 這個蝸牛在外送 應該不能講在外送 就是說在這個 我們在這之前有取一個名字 叫做Gogget Gogget是英文名字 英文名字 對所以我們用這個名字 因為我們想說去可以去拿東西 對 但沒想到我覺得很穩合 是說跟我們在找到 找一些故事啊或什麼的時候 發現跟印度文 是像Gogget的意思是蝸牛 你說Gogget在印度文的意思是蝸牛 是 所以剛好又遇到蝸牛 然後又查了印度文蝸牛 它對印度這個國家來講 它的背後寓意是一個圓滿 一個家庭幸福的一個意思 含義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 這個時候我們就取名為蝸牛 不是因為我們很慢 而是我們希望能夠造福社會 讓每一個外送員 每一個消費者以及店家 能夠都有一個完滿 圓滿的一個家庭跟過程 是有圓滿的含義在裡面 是 是 那我在想 因為你們是以外送平台為主 那其實台灣 外送平台就是那兩大外送平台 那你覺得你們這樣子 要開始進入這個市場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跟挫折 我想 這個困難的 我覺得是非常多的啦 是營運展 比較常碰到 對 比較感同身受一些 謝謝 因為其實在營運的過程中有包含PO文 那在PO的文章下面其實有很多的酸民 在下面留言說 這個開始鋒擊 我的名稱也開始鋒擊 他說蝸牛要送多久啦 然後就是詐騙集團 你們一定是詐騙 對對對 就覺得說 怎麼可能會有公司這麼為外送人員著想 對 都還沒開始 運作就被說是詐騙集團 對啊 當然也跟環境有關係啦 因為上面的確也放了蠻多 大家被騙過 所以我們也能理解 是 是 我坦白說 那些酸民的留言 你會一一去回覆嗎 還是說你就覺得 反正酸民的言論 這個我一定會 因為 我不知道留言的人 到底是真的人 還是網軍 那我選擇一個一個去回覆的用意就是 我不想要落下 任何一名真的的外送員 儘管他是網軍 我一樣就是保持著我的願景跟使命 來去回覆他 因為我是真的 我們公司是真的為了他好 為了這個世界好 所以你都一一去回覆 不會讓你有挫折感嗎 我這麼認真 這麼為你們找我想 當然這個挫折感非常大 非常大 就是一開始看到就覺得 我這麼用心 就像你說 這麼用心 怎麼還會有人這樣子攻擊 但是 在我有這個念頭的時候就很神奇 電話就來了 真的 Eric打給我 Eric安慰你 對就是說 就是有給我一些支持 對 其實 我們兩個都是互相去支持對方 對 所以 在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然後我會更有 更有力量來去完成這個使命 是 對 那Eric 那你們這個掛牛秒送這個平台 所以當初你的經營理念是什麼 其實我們經營理念是以善為出發點 是 對 因為我們感覺到現在的整個社會的氛圍 感覺不是到 好像大家不是到這麼的友善 那我們想要極力的去完善這件事情 希望整個社會的氛圍 朝著善的方向前進 或許我們不能一下子改變整個大環境 對 但是我們可以去改變一小群人 從一小群人開始 大家都有善的這個想法 是 去做出發 我想這會慢慢的去影響以及感染更多的人 你說 比較不友善是指外送這個行業嗎 是 可能在這個過程中 比如說我們有時候會看到新聞 就會提到說有外送員 像前幾個禮拜我們就看到這個 就是外送員可能被顧客打 或是指責你就是一個送外送的 你為什麼就叫你幫我送上來 你就不願意 就是要對 你就是要幫我幹嘛幹嘛 我想人跟人之間 會有一個善良的開始 對他才會再影響下一段善良 所以我們願意從我們自己先做起 從善的這個角度去做這件事情 是 所以也是在 我剛才在回覆那個酸民的留言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抱持了這個善念 就是我不管你怎麼講我 對 我一樣還是要傳遞一個善念給你 是 是 然後他們瞭解你們 是 因為你是為了他們好 希望改善外送員的那個 算是他們的利潤嗎 當然利潤 那還有整體的外送的環境 餐飲的環境 是 我們都希望能夠透過這個 我們小小的一份力量 對 我們去改善這件事情 是 那接下來 一會就請你分享一下 那你們光流秒送 你覺得你們這個外送平台 對外送員來講 你覺得不一樣特色在哪裡 我覺得第一點當然是我們在抽成的方面 我們是能夠去讓外送員來去參與這一單的抽成 比如說這一單假設有300塊 那我們有一個比例 那他們外送員送這一單的時候 他可以抽這一單比例的百分之幾 是 對 所以他們就可以先提高他們的收入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歡迎所有外送的夥伴們 然後他們也可以介紹他們周邊 他們自己熟悉的這些店家 來加入我們 那我們在這一塊裡面 我們又會去提 提播一個被動收入給他們 就是每 他們介紹進來的店家 他們 這個店家每個月的營業額 我們都有提成 會給這個外送員 所以他相對來講 就等於有一個被動收入 第二個也是在支撐 也增加他們收入的過程 以及第三個 第三個部分就是我們的疊單 也是現在外送員最在意的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現行的疊單 我據我所知 我的了解好像就是會 價錢會往下砍 就是比如說我收第一單可能 可能是一個價錢 第二單我可能砍到24塊 類似這樣 但是對於我們來講 你做的每一份工作 你都應該要有你的報酬 所以我們在疊單的方面 我們不會去扣任何毛錢 然後包括上面講的這些錢 全部都會給到我們外送員 然後再加上那個外送的歷程費 對外送費都會去給我們外送員 是 那聽起來對外送員來講很有保障 是啊 是 我們就是要極力的去做到 讓外送員能夠獲得更多 是 那這樣子應該有一些外送員 覺得你們這個想法很好 有沒有給你們反饋 讓你們覺得很有成就感 這個部分就是因為你長比較好 成就感非常大的 就是一個在高雄的一個外送員夥伴 就是他就直接問我們說 可不可以開放高雄的區域 讓他們可以趕快去參與 那過程中其實他也有描述說 為什麼會想要跟我們合作 是因為我們就是傳遞一個 對外送員是非常友善的一個平台 對他來說 疊單是可以不用被扣錢的 然後制度化又是很透明的 所以他也很支持我們 除了說問說能不能趕快開到高雄 他也說如果高雄那邊有需要業務的話 可以找他 對 對 對我們來講很大疲勢 沒錯沒錯 甚至連台南的他都有認識 台南還有認識 對 可是你們目前剛開始可能會先以桃園為主 是 也是希望說可以盡快 盡快能讓這個產業給它發酵起來 然後快速的去拓展到每一個地方 照亮每一個網民 這樣 好 Erik跟Chry 那你們這個網民保存這個平台 有沒有未來的一個短中長期的計畫 OK 這個當然是有 只是在有一些部分因為內部還在去做調整 所以我沒有辦法全部展開 我當然很希望可以趕快全部展開 讓大家一起分享這樣的喜悅 但是我想現在來講我們短中長期 我只能大致講一下我們短期是一定是以外送員為主 對讓發展外送員 讓外送員賺更多的錢 那他們賺更多錢 讓他們有機會能夠回去陪伴他們父母 陪伴小孩 這是我們也是一開始創立的一個初衷 你的意思是說你給他們的 如果說他們的利潤比較高 他們不用跑那麼晚了 對 他就有時間可以回去陪家人陪小孩 沒錯 對 那這是我們最初期我們想要看到的一個表現 那在中期部分我們希望能夠幫助店家 包括他們的整體的營運的成本 能夠再往下降 是 對 那這個部分我們當然也有一個一系列的做法 已經研擬得差不多了 那接下來就是到消費者 為什麼把消費者放最後 因為其實在前面兩者都滿足的情況下 我們配合又愉快 那店家的成本又降低的情況下 我們他當然願意去回饋給消費者更好的一個點餐的價格 對 所以在消費者這一端 他最後受益者依然是消費者 因為當價錢便宜的時候 我可能直接用店內價 就可以拿到外送的東西 所以你們最長期的過程是三好 是 外送員也好 那個店家也好 消費者也好 是 我們這一個我覺得外送平台是一個 三方面這個鏈條哪一環都不能斷的一個過程 只是我們先選擇從外送員開始 因為我們認為外送員是這個程式運轉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一份子 如果我們一份餐點沒有這些辛苦的外送員去送 那消費者也拿不到 他可能要自己 比如說我中午休息的時間 我要花半個小時騎到一個地方 我才可以買到一份我想要吃的餐點 對 那在這個鏈條 當然我覺得 外送員就串接了店家跟這個消費者 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選擇先從滿足外送員 再來去針對店家以及消費者 讓這個市場能夠共好 那你們有針對外送員有辦什麼樣的 比如說明會之類 讓他們更了解你們 這個部分我們的貧民長 就在11月20號 下禮拜三 下禮拜 是 就有一場說明會 就有一場說明會 我們辦在桃園 對 然後就是也是在商圈附近 那為什麼會選擇在那個地點 就是因為商圈附近 為什麼有可能在 聽完我們的說明會之後 他就可以趕快去接單 那你怎麼沒想說開線上 OK 因為其實在線上的時候 我覺得人跟人之間會有一個最真誠的互動 現在很多東西是因為線上而抹煞了這一份的感動 那我們第一站出發是桃園 那我們就希望跟桃園的外送員先做一個互動 讓他們感受到其實我們是真誠的 是真心的想要來幫助他們 而不是就是只是想要壓榨他們 詐騙他們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 更希望是在面對面的過程中 那也聽聽外送員他們的更多底層更多他們的真實的需求 對 然後我們來做一個互動 是 所以你們是辦實體的那個說明會就是 是 就歡迎大家有興趣的外送員可以去參加 是 是 歡迎大家來 對 那我們連就是幫他們位置都想好了 是 對 那最後想請Eric跟Charlie 那如果說 因為我知道現在很多人對創業都會有自己的 就像你們這樣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夢想 也想要解決別人的問題 那如果他們想創業的話 你們會給他什麼建議 這個 其實 其實 其實我認為的創業 其實就是 來解決社會的問題 是 因為解決完問題 其實 自然老天不會虧待我們 當然以前我可能會認為說這句話是 屁話 對 但 就覺得說 我今天創業就是要為了賺錢 我就是要為了養家糊口 可是 到現在呢 我會認為 我們真的創業 就是要來解決問題 因為解決問題 我們帶著使命跟願景 我們才能做長久 對 沒錯 用之於社會 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我們也要回饋於社會 對 那如果反過來我們先回饋 那這個社會一定會給我們幫助 對 善的循環 是 回到公司 一開始我們就希望是一個善的循環 是 對 一開始你們的理念就是初衷 應該說你們初衷 對 希望就是一個善的循環 是 好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蝸牛秒送股份有限公司的執行長 楊榮熙 Eric 跟我們的營運長 李韻全 Charlie 兩位來介紹我們的專訪 謝謝兩位這麼精彩的分享 謝謝你們 謝謝主持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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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